中共開始停止做這件事 專家 習近平臨終極死局 顏純歐 大崩潰即將來臨 8月15日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傅靈輝 在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記者會上說 自今年8月開始 將暫停發布全國青年人城鎮失業調查率 在統計局停止公布相關數據之前 中國的青年失業率逐月攀升 到今年6月已經高達21.3% 累創2018年有統計以來的新高 而且這個數據還不包含農村地區 有分析指7月份的青年失業率恐怕再創新高 高到離譜 而且看不到在8月有回落的跡象 因此中共國家統計局不得不宣布 暫停發布青年人等分年齡段的城鎮調查失業率 上個月北京大學副教授張丹丹發表 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業率一文 指出如果將大概1600萬名躺平、近路等 不工作的人都視為是失業 3月份的中國青年的實際失業率最高可能達到46.5% 官方暫停發布青年失業率的決定很快登上微博熱手 一條被點讚超過5000次的評論社說 如果你閉上眼睛它就不存在 有網友吐槽 又要開發些什麼新名詞 家裏面蹲著就業 是不是失業率太高了 不要忘了臉 還有網友嘲諷說 這是目前唯一條真正有效的應對青年高失業率的政策 解決不了就業問題 難道還解決不了數據問題嗎 有網民說 就業是民生資本 青年人就業是文本當中的文本 今次返鄉下問我妹妹 一個班40人左右 大家畢業都去了哪裡呢 做些什麼呢 妹妹說 這一屆找到工作的就三四個人 剩下的人都不知道要去哪裡 報道指出 中共將暫停發布青年失業率這項數據 令投資者、經濟學家和企業 又缺失了一項有關於中國經濟的關鍵數據 近期官方公佈的消費、產品價格、進出口數據 銀行貸款數據全部都亮紅燈 中國經濟陷入嚴重的困境 貨幣貶值、失業率攀升 外匯流失和房地產企業爆雷等一系列問題相繼出現 紐約全球投資資訊公司 亞德尼研究公司總裁愛德華·亞德尼 預測中國經濟將陷入經濟停滯 很可能在未來10至20年 他表示 無論中共如何宣稱它的經濟可以增長 我都會把它削減一半 因此我們預測 未來幾年的增長率為百分之零至百分之二 中國目前數以百萬計的青年沒東西做 很多年輕人辛苦意懶 選擇退出就業市場寧願躺平 由長遠來看存在的風險是中國失業大軍在社會邊緣掙扎成為中共的潛在威脅 由於沒有穩定的工作 青年人推遲了結婚和生育 從而加劇了中國的人口問題 一些學者警告說 中國正在出現一個依靠父母生活的新窮人階層 這樣可能會加劇破壞社會穩定 清華大學社會學家宣奉最近在中共旗下一個知名網站上發表評論文章說 由於新窮人長期生活在被排擠、卑微網、無聊和孤立當中 二路、反社會和暴力情緒成為了他們的主要精神狀態 也都將會成為資深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因素 經濟專家謝田教授對漢中國表示 以前在特尼斯、北非、中東那邊發生一些革命暴亂 都是青年人失業率高 百分之二、三十的失業率的時候就容易出現問題 因為年輕人都沒有什麼估計 他都沒有什麼財產要保護 他可以挺而走險 上個月台灣財經專家王世昌對The Appletimes表示 中國的經濟真是到了一個沒有改變就走不下去的局面 但偏偏是現在的政策又沒有辦法改變 變成了一個死局 除非你重新放棄和歐美對抗的這些政策 但問題是不可能做到 習近平強調政治意識形態不改變 中共現有的體制沒有辦法拋開 經濟當然不會好轉 而習近平面對失業大軍也是束手無策 這位曾經在文革時期下鄉勞動的領導人和年輕人說 如果他們找不到理想工作 就應該去到工廠一線工作 或者到中國農村那裡從事扶貧工作 獨立時評人馬醉對美國之音說 青年人失業潮中會醞釀更大的社會危機 習近平如同在正午街頭曬火藥 每個人都知道遲早要爆 日前著名時評人顏純歐在臉書專頁發文指出 中共面臨崩潰危局 今年以來已經成為了國際共識 美華裔學者許成剛提出中共國的三種前景 一是工廷政變習近平下台 二是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和政治危機 三是中共靠專制暴力將社會危機往後拖 顏純歐認為習近平大權在握 中共內部的反對力量已經被打散 雖然不怕死的人還是會有 但已經竊不起大浪 因此工廷政變是小概率的事件 即使發生了都不能夠解決中共的危機 因為換一個人上台 又反過來搞改革開放 根本就沒有人相信 中共存在一天 中共的本性就不會改變 顏純歐表示金融危機引發經濟和政治危機 這是目前整路發生的事 問題是中共有沒有能力控制社會動亂 習近平連續幾年打擾高科技嚴控 又加強專政暴力準備 最近深圳萬名武警掩扎街頭暴陣 正能應對未來的社會動亂 動亂規模小 中共手上的武裝可以應付 一旦規模大起來 十個杯五個蓋 那個時候就難以置救了 至於將社會危機往後拖 這個是中共目前在做的事 地產爆裂 中共不讓地產商清盤 就是怕牽一發而動全身 但那麼多地產巨魔 豈是國家資本可以打救的呢? 一未這樣往後拖 地產商要怎樣續命? 養著那麼多人 借了那麼多債 要去還這麼多利息 前景又這麼悲觀 這個是避不過去的 可怕的是跌骨牌 更加可怕的是越往後拖 爆裂的規模越大 就越難收拾 華爾街巨頭一向都唱好中共國 最近紛紛改口 外國媒體也將越來越唱衰中共國 視為一種fashion 近日拜登都出聲了 說中共國是一顆定時炸彈 定時炸彈的意思是一定會爆 但什麼時候爆 現在還說不定 今年以來經濟數字直線下滑 天在人禍接二連三 即使習近平自己都一再說喪氣說話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就是亡國之音 西方媒體和政客正視中共的崩潰 中國人都眾口一詞說崩潰 連習近平都預感到崩潰 東北審陽連公安都排不出人工了 公安是這樣 武警又會怎樣呢 等到公安武警都沒有錢拿了 還有誰會幫中共賣命呢 雖然公安武警的家人都是底層百姓 他們每天在街頭打壓市民 他們家人就在另一個城市被公安武警打壓 這些暴力工具都是靠不住的 隨時都會瓦解 中共最近大力清招醫療衛生系統 由這個最賺錢的行業 去敲打那些既得利益者 也就是做革命時代的 打土豪分浮財的套路 沒錢就打家劫舍 搶了錢回來再去搞革命 但民間的財富有時而進 揭責二餘都是自尋死路 至於崩潰的時間快則五年晚則十年 因為中共的家底大概可以維持到這段時間 至於崩潰的形式 硬順勾表示 會由社會底層的鄉振那一級開始 山高皇帝院 村官會在上級和村民之間做兩面人 動口不動手 出力不傷身 政府有錢養得起鷹犬 沒有錢就樹賴狐酸散 什麼時候武警不夠用了 中共都只能夠望揚輕探 政權的瓦解會先由基層開始 然後一級級蔓延上去 到最後 只剩下習近平和質常委 在中南海望天打掛 顏順勾最後說 中國人逃不到這場災劫 大家都要積谷防機 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這一天不會太遠了 有錢 我來講 中國人逃得 五天 五天